最近上海经历了一场持续的高温 高烧不退 但是市民发现空调车却形同虚设 市民反映自己上下班坐的71路中运辆公交车 全程车窗大开 空调效用不佳 司机跟乘客一样汗流浃背 其实不只是71路中运辆了 很多条公交线路都疑似不开空调 那很多人就问了 那你看这个司机师傅都穿得很周正的 那还戴着口罩 会不会中暑啊 中暑了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啊 如此酷下空调车空调圆和成了摆设呢 其实这是大家都是有苦说不出啊 都是为了防疫抗疫需求 所以这个开着空调的车 但是外面的热风不断涌入 所以车内的温度在33度左右 真的是热的不行 司机都说废子悟出来了 这个乘客更是蒸笼当中煎熬 本想上公交车凉快凉快 却因为通风啊 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所以真的在言下之下 领导们多来听取一下民意啊 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 来防既能防疫又能保证民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